被唐姐冒名上大学,疑点丛生还是真相更恶劣,黄海霞,河南女子被唐姐冒名顶替上大学,一是,昨日起闹得沸沸扬扬其实,类似这样的冒名顶替上大学,已经有过多起报道罗彩霞,王娜娜事件等,均曾轰动一时。 人们也知道在十几二十年,前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在少数,但每次有新的同类新闻,出现人们依然极为关注愤慨不已,盖因这类行为,实在戳到了人们的痛处人生本来就不易,但却没想到自己的人生诡计,居然能被神不知鬼不觉,改写害人者贪图自己的利益,影响的却是别人的一生纵使事情, 发生了数十年也岂能轻扰而本次黄海霞事件,与此前的同类新闻,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,冒名顶替,她的是自己的堂姐,这可以说是近亲了,甚至对于很多现代家庭的独生子女来说,堂姐几乎就差不多等同于亲姐伯父坑亲弟堂姐坑堂妹,这样的事情尤其让人感觉窝心,看到黄海霞在视频采访中痛哭哀嚎万万, 再没有想到,再没有比这亲的大伯能做到这份上,谁都不免看不过,也正是因为这是近亲之间的纠纷,一些人,也对事件真相,到底是否如此抱有疑问,毕竟这年头的假新闻,白转新闻,实在是太多了仔细观察思量的话,也确实能感觉到其中的一些疑点,比如说视频里的黄海霞似乎有些表演过火, 让人还以为是事隔二十多年才知道真相,但其实按他的说法是2000年后舅舅知道这是了,也一直在向伯父家讨说法, 如今闹到媒体上不免,让一些人感觉,是把舆论当工具另外,该新闻的后续黄海霞接到神秘和解电话,也让人觉得有些疑惑,让人感觉像是两家人通过新闻来讨价还价另外, 微博上还出现了一篇题为,黄峰林是我亲你请大家送我上去,的真相说明,说了一个完全不同版本,的故事,大意是说黄峰林当年是复读生,因政策问题没有名额参加招生考试, 于是找那些已经辍学的同龄人的名额,更换名字再次参加考试,而黄海霞,当年正是以辍学物农经商卖肉,于是才借了他的名额,这篇说明还说,这是个时代问题,出现这种情况的,并不只有黄峰林一个人,这份真相说明,目前已经让不少人相信,比如知名法律博主韩东元, 他认为考试成绩,以及录取没人冒名顶替,都是现在的老师黄海霞自己考试,正常读书分配,顶替学籍问题,是存在的因为当年中考政策,有些考试只允许应届毕业生考试,第一年没考上有的人只能借学籍考试,如此的话, 2010年,公安局做出的结论,存在顶替学籍,仪式导演能够做出解释,是否这才是真相,现在还不能下任何结论,只能依赖更加深入的新闻调查人们,也需要等待官方给出的认定不过, 那种认为,事情发生在近期之间,所以不会那么荒唐,即伯父坑亲帝,堂解坑堂妹的想法,也最好不要那么武断,根据笔者目前在网上找到的一份, 2009年,黄海霞一家对该事件的反映信揭露成歌,是冒名领替当教师事件,如果信中情况所言,属实那事件的恶劣程度还要高得多,黄海霞还有个姐姐黄军霞也一样被冒名领替了,顶替者是他们的二伯黄心法的女儿,据这封信的说法,两起顶替事件的操盘手,都是黄心法, 他先是让自己的女儿顶替了黄军霞在说服,大哥黄国法,及其女儿黄峰林第二年顶替黄海霞,并且还牵走了两姐妹的户口,此后两姐妹及父亲黄根法,不仅始终没有成功讨得了说法,黄心法还设法阻止黄根法的小儿子去当兵上述说法,是否可靠目前不得而知? 前述的真相说明,也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反驳,但如果真是如此,这就真是一出让人非常愤慨的事件,了不仅是家族伦理悲剧,还能反映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,下我国某些地方户籍,招生制度存在着的诸多问题,真相到底如何人们迫切知道答案?